性侵小三拍裸照 恶警判四年八个月 苗栗县警局已婚定性寻作 养小三十多年 前年九月他部门小三提分手 约小三上摩铁谈判 已进房就撕破小三衣服 小可爱和胸罩 骂小三不要脸 接着拿出警用相机 强行拍下十二张裸照 让我打一炮 不然就杀死你 并性侵小三得逞 之后恶警拿出一百万元借据 先放火烧毁小三的歪套 并恐吓要抓他女儿去坐机 逼小三签下戒具 小三事后 借口请他外出满衣 趁机打手机报警 恶警才被逮捕 法院审理时 证明恶警虽坦诚拍裸照及性交 却变称是小三自愿 否认胁迫 不过从恶警拍摄的裸照 可看出小三表情痛苦 法官不采信恶警公辞 痛批他担任警察公职十多年 却知法犯法 最被害人造成 难以抹灭的心理伤害及阴影 日前一强制性交罪 判差四年八个月突刑 动新闻综合报导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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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感谢观看